大家好,今天會繼續關於法學平衡的課題 如果大家想即時收到法學科講解的資訊 歡迎大家按小鈴鐺和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會深入探討平衡定律和平衡上訴 會包括一些計算的部分 今天的篇幅也會比較多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部分是平衡定律和平衡上訴 上一課就提及 動態平衡是可以由反應的任意一個方向去建立 而且生成物和反應物在達至平衡狀態的時候 濃度維持不變 在19世紀中期,兩位挪威的法學家 古爾貝格和雅格 就著法學平衡進行深入的研究 並且提出,平衡系統中反應物和生成物的濃度比例 在固定的溫度之下維持不變 而且是與如何建立平衡系統無關 而就著各個不同的平衡系統 他們就統整出一條數學關係式 去描述這個奇特的現象 於是平衡定律就此誕生 對於一個可抑的反應 A模2的物質A和B模2的物質B反應 生成C模2的物質C和D模2的物質D 反應物和生成物在平衡狀態之下的濃度比例 就可以寫成紅方塊裏面的這個模樣 當中中括號EQM就代表物質的平衡濃度 而世界A、B、C和D 就代表移平衡方程式之中的計量系數 這個特定的比例就稱為平衡常數KC KC之中的C就是來自於concentration濃度這個詞語 總括而言平衡定律指出各種物質在平衡狀態之下的比例關係 也就是平衡常數KC 而平衡常數在固定的溫度之下都是維持不變的 並且是與如何建立平衡系統無關 給一個實際的例子大家看看 考慮三摩爾的氫氣和一摩爾的淡氣反應 生成兩摩爾的鞍 平衡常數的表達式就是 KC等於鞍的平衡濃度的二次方 隨意括弧氫氣的平衡濃度的三次方 乘以淡氣的平衡濃度 由這個表我們可以見到 不論平衡系統是如何被建立 我們將每個實驗之中 各種物質的平衡濃度代入表達式 只要溫度不變都是維持500個摄氏度 那麼平衡常數KC的值都會維持不變 懂得寫出KC的表達式是十分重要的 以二氧化流和氧氣反應生成三氧化流為例 我們會跟著以下的步驟去寫 1. 將生成物平衡濃度的行寫在分子 2. 將反應物平衡濃度的行寫在分母 3. 根據以平衡方程式的計量係數 可為每個行家上適當的指數 記得千萬不要將計量係數寫在中文號入面 4. 要寫出每種物質的物理狀態 那麼這裡都要小心點 平衡常數用的是大階級 千萬不要寫出世界了 還有最好就不要難要寫EQM 清晰地告訴自己和所有人 這裡自己是平衡濃度 接下來是第一個例子 要寫出不同平衡系統的KC的表達式 大家就可以停下影片自己去做一次 之後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KC和方程式的關係 由於平衡系統的方程式可以有很多種寫法 但是由剛才的例子 KC的表達式就是依靠方程式 所以當方程式的寫法改變 KC的表達也會隨之改變 也就是說每個KC的表達 對於每個方程式的寫法來說 都是獨一無二的 而氫氣、典氣和典化氫的系統為例 對於第一條方程式 平衡常數就姑且叫做KC1 對於第二和第三條 平衡常數就分別叫做KC2和KC3 比較第一和第二條方程式 因為反應物和生成物 所以KC2和KC1的分子和分母就會調轉 也就是說如果將方程式調轉來寫 所得的KC就是原有的KC的倒數 比較第一和第三條方程式 因為第三條式的所有計量係數 都是第一條式的一半 所以KC3和KC1的指數也會不一樣 KC3就會是KC1的平方根 以往在公開時都會有就著改變方程式的寫法 去問同學生新KC和原有KC的數學關係 這裏也是很多同學搞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第二個例子 考慮以下的平衡反應 要運出K1和K2之間的數學關係 細心點去看 其實由一式去到二式 是經歷了兩個變換的步驟 第一是將方程調轉來寫 第二是將所有的計量係數除二 當然先後次取也可以不同 所以不妨就先寫出第一和第二條式之間的狀態 姑且就叫做2' 一式經過第一次變換就變成2' 而2'經過第二次變換就變成2' 再分別將K1和K2' 還有K2'和K2之間的關係寫出來 對於K1和K2' 因為是將一式調轉來寫 而取出2' 所以K2'就會等於K1分之一 而對於K2'和K2 因為是將2'的計量係數除二 而取出2式 所以K2就會等於開方K2' 最後將2條關係式結合就可以得到答案 如果一個反應還可以被拆分成幾個機緣反應 那又會怎樣呢? 我們又可以看看氮氣和氧氣反應 生成二氧化氮的例子 其實是可以分為兩個機緣反應的 氮氣會先和氧氣反應 生成一氧化氮 平衡上數是KC1 而一氧化氮會再和氧氣反應 生成二氧化氮 平衡上數是KC2 總反應的平衡上數就是KC 而在這個情況下 總反應的平衡上數 就會等於機緣反應的平衡上數的成績 也就是KC等於KC1乘以KC2 而這個關係也可以透過寫出 機緣反應的平衡上數的 完整表達式證明 在這裡就為各位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之後就是KC的單位 事實上KC的單位是視乎於每個表達式而定 例如對於氧氣和氧氣反應 生成氧化氮 KC是沒有單位的 而對於氧化氧分解成氧氣和氧 KC的單位就是moperdm cube 在前兩課的時候 就跟大家介紹過什麼是si單位 我們是需要一個全世界同一個單位 去表達不同的物理量 但是既然每個平衡系統的單位不一 那又會有什麼物理意義呢? 答案是沒有物理意義的 對,各位沒有聽錯 平衡系統的單位是沒有物理意義的 根據定義 KC本身就是沒有單位的 這一點稍後會再講 而這個所謂的單位之所以會出現 就只是為了令到損失的圍道正確 而圍道正確的意思也就是對單位 由於我們的計算是直接 將物質的平衡濃度代入表達式 而濃度的單位就是moperdm cube 所以KC單位的出現 就是令我們能夠看得舒服些 沒那麼奇怪 事實上在很多論文裡面 KC的單位很多時候都是不會寫的 只不過雖然KC的單位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各位在考試的時候都是要寫的 因為單位如果有的話 都是會佔答案分 而整件事就可以理解為 要滿足數學上對單位的要求 以及在考試裡面可以拿足答案分 既然KC的單位的出現 是要令到選擇適合單位 那為什麼去到大學或以上的水平的時候 大家又會接受到KC是不寫單位呢? 那就要講講關於活性度的概念 接下來的部分是不會考的 大家可以當故事聽一下 我們重新提一次平衡定律 根據比較嚴謹的定義 KC是應該要用反映之中 各種物質的平衡活性度去表達的 活性度的物理意義我們一會兒再講 先由數學式去看 世界A就會等於加麻乘以中括套A 除以中括套A0 當中世界A就代表物質A的活性度 加麻就代表活性度係數 中括套A就代表物質A的摩爾濃度 而中括套A0就代表物質A的標準參比態濃度 唯一一個mol per dm³ 由數式我們可以見到活性度是沒有單位的 因為在計算活性度的時候就已經弱走了 所以將平衡活性度代入KC 結果都是沒有單位的 我們看著條式也可以想想 如果加麻是一個非常接近1的數 那麼物質A活性度的數值 就會非常接近物質A的摩爾濃度 如果加麻是一個非常小的數 那麼物質A活性度的數值 就會遠低於物質A的摩爾濃度 去到這裡我們就知道 加麻和活性度的物理意義有著目的關係 實際上活性度指的是有效濃度 舉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了 我們看氫綠酸 0.1m的氫綠酸就會有0.1m那麼多氫離子 因為氫綠酸是強酸 會進行完全電離 但如果是5m的氫綠酸 是不是又真的有5m那麼多氫離子呢? 這個問題不是亂問的 當酸的濃度去到很高的時候 即使強酸會進行高程度的電離 但帶有相同電荷離子的距離又會近了 會產生較大的電荷排斥 又會令酸分子不想進行電離 那麼5m的氫綠酸 是不是真的有5m那麼多氫離子 事情就變得內人尋味了 會性度就是為這個方向而被發明的一樣東西 加麻就是一個介乎於0-1之間的數字 當氫綠酸的濃度低 加麻就會接近1 氫綠酸的會性度 在數值上就會與濃度相約 而當氫綠酸的濃度很高 加麻就會小過1 氫綠酸的會性度 在數值上就會少於濃度 這就是有效濃度的概念 對於其他不涉及離子之間的電荷排斥的系統又怎樣呢? 有效濃度的概念其實依然有用 因為分子之間都會有吸引力 例如是輕建和泛德華力 都會很大程度地影響系統 不過因為會性度的部分不在DSE的課程裏面 而當物質的濃度低的時候不會太影響計算 所以在這個階段我們就簡單些 直接代入系統裏面各種物質的平衡濃度就算了 但考試就要記得做起案的單位 第二部分是多上平衡和均上平衡的平衡上數 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是相 相和物理狀態很相似 有些時候我們甚至會把兩者撈亂來用 但它們其實都有些差別 如果相界在兩種物質之間的接觸表面出現 那它們就稱為異相 例如空氣屬於氣相 而鐵屬於固態相 我們就不能把空氣和鐵搞成一堆 又例如水和油 雖然大家都是液態相 但兩者之間有相界出現就屬異相 如果相界沒有出現就稱為同相 例如將石鹼融落水 石鹼屬於水溶液相 而水則屬於液態相 但由於兩者之間沒有相界出現 它們就屬同相 又例如月純和油 大家都屬於液態相 而且兩者之間沒有相界出現 它們就屬同相 所以不論物質的物理狀態是否相同 它們都有機會是同相或異相 有沒有相界的出現才是關鍵 均上平衡 即是所有的反應物和生成物都同相 沒有相界在物質之間出現 例如氫氣和典氣反應 生成典化氫 而多相平衡 即是至少會有兩個相的出現 例如是將碳酸氫立分解 生成碳酸立 二氧化碳和水晶氣 固體和氣體物質之間出現相界 其實兩者都很易分 沒什麼特別 不過寫出平衡上數的表達式 反而就會有些難度了 相信很多同學都會聽過以下的一些說法 例如是 KC好大的機會都是不需要寫固體和液體進去的 所以是不用寫的 純固體和液體都是不會寫的等等 但大家不信寫的都可以回到第一個例子看看 有其中一個例子 所有的反應物和生成物都是純液體 但都要寫完所有東西 連水都要寫糊 那為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個人覺得連DSE的假科書都說得不好 所以接下來就會為大家揭曉 其實寫出KC的原則只有兩條 第一對於多相平衡 純固體和純液體不寫 那是因為純固體和純液體的濃度不變 可以視為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數學技巧去將它隱藏 再以碳酸氫納分隔成碳酸納 以氧化碳和水晶氣為例 我們先暫時用KC'去表示 當寫完所有東西出來之後 再將固體的項抽出來 也就是項色框裡面的部分 純固體的濃度不變是一個常數 而如果我們進行移項 將固體的項調到KC'那邊 我們就會見到KC'乘以固體的項等於KC 於是我們就可以將固體的項隱藏在KC裡面 所以KC就會等於二氧化碳的平衡濃度 乘以水晶氣的平衡濃度 而對於綠化銀在水之中的溶解 也是用相同的手法處理 所以我們就不會將綠化銀固體的項寫出來 第二對於均上平衡 如果液體作為溶質的話就不寫 因為溶質的量龐大 濃度就算改變都只是微乎其微 我們就會假設它的濃度不變 例如是重諾酸鹽和水反應 生成諾酸鹽和氫離子 因為水作為溶劑所以不寫 又例如安和水反應 生成安離子和氫氧離子 因為水作為溶劑所以不寫 而至於月酸和甲醇之間的滋化作用 因為我們在實驗的時候 都是用純月酸和純甲醇 而不是用水溶液或者其他溶劑 所以水今次是其中一個生成物 而不是溶劑 那水的項就要寫出來了 希望這次真的可以讓大家搞清楚了 第三部分是平衡常數的意義 平衡常數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呢? 它可以顯示兩樣東西 一是反應混合物的成分 是反應物多些還是生成物多些 二是反應的程度 距離完全反應還差幾遠 舉一個例 氫氣和氫氣反應生成氯化氫 KC的值去到4.4×10的32次方 一個很大的KC就表示平衡位置在生成物那邊 即是反應混合物的成分 絕大部分都是生成物 這個反應非常接近完全反應 又例如水晶氣分解性氫氣和氧氣 KC的值是1.1×10的-81次方 一個很小的KC就表示平衡位置在反應物那邊 即是反應混合物的成分 絕大部分都是反應物 這個距離完全反應還有很遠的距離 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小學水平的方法去理解 不要忘記 KC本身就是一個分數 當生成物的濃度高於反應物的濃度 分子越大、分母越小 整個數的值就越大 當反應物的濃度和生成物的濃度相約 分子和分母差不多 整個數的值就接變1 當反應物濃度高於生成物的濃度 分子越小、分母越大 整個數的值就越小 所以我們就能夠透過KC的幅度 去得知反應的程度了 那麼平衡上訴可不可以顯示 關於反應速率的資料呢? 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KC和含變都是熱力學的參數 而不是動力學的參數 所謂的熱力學是指反應的趨向 而所謂的動力學是指反應進行得有幾快 熱力學的參數是不能夠告訴我們 關於動力學的資訊的 反之亦然 在能量學的單元我們都探討過 物質都會趨向透過某些的過程而變得穩定 而要變得穩定 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釋放物質自身的能量 含變的符號也暗示了某個化學反應的可行性 含變的數值越負 反應的可行性也越高 而KC和ΔH正正就是懲反比關係 當反應的含變越負 KC的值越大 而當反應的含變越正 KC的值越小 所以KC就只可以告訴我們 反應的趨向 但就不能夠告訴我們 反應的速率了 第四部分 是涉及平衡常數的計算 我們一起去看第三個例子 以下的平衡系統 就涉及了兩隻淡氧化物 以知各種物質的平衡濃度 那就要求出KC 首先就要寫出正確的KC表達式 然後就將數值代入算式 再寫正確的單位 答案就是2.4乘10的12次方的Dm³ 第四個例子 淡氧氣和氧氣就在某個溫度之下 於5個Dm³的容器之內混合 而平衡混合物之中 各種物質的摩耳數都已經知道 那就要求出KC 今次就要做多一個步驟 要先由平衡摩耳數去找平衡濃度 所以就要將摩耳數除以容器的提積 之後要寫出正確的KC表達式 並將數值代入算式 再寫正確的單位 答案就是3.03乘10的11次方 Mo的-2次方 Dm的6次方 第五個例子 開始入氣肉 四氧化二氧會分解成二氧化氧 這個是可抑反應 在一個實驗之中 0.8mol的四氧化二氧 被置於5個Dm³的容器裡面 在某個溫度之下放置一段時間 就會達至平衡 而在平衡狀態的時候 四氧化二氧的濃度 就是0.09mol per Dm³ 那就要求出KC 第一步是要計算出起始的濃度 我們只有四氧化二氧的起始摩耳數 所以就要將摩耳數除以容器的提積 就是0.16mol per Dm³ 第二步就要畫出ICE table I就表示Initial 起始 C表示Change 改變 而E 代表Equilibrium 將我們已經有的資料填入表 四氧化二氧的起始濃度是0.16mol 二氧化氧的起始濃度是0.0mol 而四氧化二氧的平衡濃度是0.09mol 接著就要填表裡面其他的空格 首先四氧化二氧的起始和平衡濃度的相差就是改變 所以四氧化二氧的濃度改變就是-0.07mol 之後因為每個四氧化二氧的分子分解都會生成兩個二氧化氧的分子 所以二氧化氧的濃度改變就是0.07x2等於0.14 這裡就要小心計量係數 接著也可以知道二氧化氧的平衡濃度 第三步就是計算出KC 寫出正確的KC表達式 再將數值代入算式 然後再寫正確的單位 答案就是0.218mol 至於第六個例子和第五個例子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 大家又可以停下影片試試自己做一次 第七個例子 考慮一個由鐵三離子、流氢酸鹽離子和流氢酸鐵三離子所組成的平衡系統 以知在某個溫度下 KC等於137.5mol 而在一個實驗之中 500cm³0.2m的硝酸鐵三溶液 就和500cm³0.2m的流氢酸甲溶液混合 那就要計算出每一種物質的平衡濃度 第一度是要計算出起始濃度 這裡要小心不要看錯數字 雖然題目是有給到反應物的濃度我們 但是是沒有混合之前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直接代數入表 而因為兩種反應物在混合之前 濃度和容量都相同 所以在混合之後 它們的濃度就會減半 也就是0.1m 第二步要畫出ICE table 因為這次題目是沒有給到任何的平衡濃度我們 所以我們就要假設x是改變的濃度 反應物的改變就是-x 而生成物的改變就是-x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x去表示平衡濃度 第三步是計算x的值 因為題目已經給了case的值 所以我們就可以建立一條方程 而這條將會是二次方程 按計算機 x就會等於0.764又或者是0.1308 但是x是不可以大過反應的起始濃度 也就是0.1 所以我們就會將0.1308寫去 第四步就是求得各種物質的平衡濃度 接著ICE table做回相應計算就會計到答案了 第八個例子和第七個例子差不多 所以我也不再重複 大家都可以停下影片自己試下做一次 第五部分是由實驗之中求得平衡上數 在中學階段要透過進行實驗去計算出反應的平衡上數 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不過我們並不是什麼都做不到的 接下來我們就會探討知化作用的平衡上數 越酸和越醇反應生成越酸越脂和水 因為有知化物的生成 知化作用因而得名 大致的步驟是這樣的 1.將以知份量的月酸和月醇 還有少量但是以知份量的濃硫酸混合 月酸和月醇是反應物 而濃硫酸就是催化劑 2.將反應混合物在回流加熱的條件之下進行反應 大概30分鐘之後反應就會達至平衡狀態 3.提取並冷卻一小部分以知份量的反應混合物 讓反應停止 那反應混合物的成份大致就能夠維持不變 4.在濕溫之下使用標準的輕氧化納溶液 為混合物進行敵定分析 去穿出月酸的平衡濃度 5.基於以平衡的方程式去計算出其他物質的平衡濃度 6.將計算結果代入平衡上數的表達式去計算case的值 如果大家都明白這個大致流程 那我們就可以看深一點的例子 某個學生透過實驗找出月酸和月醇之間 知發續用的平衡上數 他就做了以下的步驟 這裡希望各位真的可以停下影片 仔細看一次過程 以及思考一下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幾秒之後我就會和大家慢慢講 好幾秒就過了 現在就和大家一齊看看他在做什麼 1.將0.25O的月酸和0.25O的月醇 在乾的理應瓶之中混合 而混合的過程是在冰水之中進行 首先這裡要知道 他用的是純月酸和純月醇 而不是他們的溶液 之後為什麼要在低溫之後混合呢 是因為當月酸和月醇一混合的時候 即使反應的條件不完美 難免都會有小部分的反應進行 但是我們希望反應是在我們想開始的時候才進行 希望反應是盡可能受控的 所以在低溫之下反應就沒有那麼容易開始了 2.抽取一個Cm cube的混合物 並且和25個Cm cube的水混合 隨即使用0.5M的氫氧化納溶液進行滴定 並且記錄第一次滴定結果V1 由於我們只是知道反應物的摩爾數 並不知道反應混合物的提值 我們不能夠直接計算出月酸的氣氈濃度 所以我們就要進行第一次的滴定 去混出月酸的氣氈濃度 有了月酸的氣氈濃度 我們也可以計算出月酸的氣氈濃度 以及當反應混合物被抽取 溫度已經不再維持在零度 所以將混合物加入水 我們就可以做到稀釋的效果 讓反應依舊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從而減少誤差 3.於反應混合物加入幾滴的濃硫酸 再抽取一個Cm cube的混合物 並且和25個Cm cube的水混合 之後隨即使用0.5m的氫氧化立溶液進行滴定 記錄第二次滴定結果B2 龍流酸作為催化劑 所以不能缺少 但是流酸自己都是一種酸 它會影響實驗結果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第二次滴定 預先去混出流酸的影響 第二次的滴定入面 混合物有月酸和流酸 而第一次的滴定入面 混合物就只有月酸 所以第二次的滴定 應該會比第一次消耗更多的氫氧化立 而將兩次結果相減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氫氧化立 用在流酸裡了 4.於混合物加入防風費小粒 並將混合物在熱水浴之中 進行回流加熱大概30分鐘 這個步驟是建立平衡系統 基本上都沒什麼特別的 5.快速地將李應平 停止於冰水裡進行冷卻 抽取一個Cm3的混合物 並且與25個Cm3的水混合 之後隨即使用0.5M的氫氧化立溶液 進行滴定 並且記錄第三次的滴定結果 那滴化作用就會因為溫度冷卻而停止 透過第三次的滴定 我們就可以找出月酸的平衡濃度 整個實驗的詳細過程就是這樣 之後我們就可以一起看題目了 A部分寫出這個滴化作用的化學方程式 就是月酸和月神反應 生成月酸月脂和水 B部分說出一個原因 為何在混合反應物的時候 要將李應平浸在冰水裡 那就是因為要減慢或者停止最開速的反應 我們就能夠準確地由第一次的滴定 去運出月酸的起潛濃度 C部分 實驗的第三步為何要加入龍流酸 那是因為龍流酸是吹化劑 它能夠加速滋化作用 C部分 同樣是實驗的第三步 為何滴定必須立即進行 那是因為有龍流酸的存在 會讓滴化作用進行 如果不立即進行敵定 部分的月酸就會跟月純反應 那我們就不能夠準確地運出龍酸對於敵定的影響 這一部分 要計算出月酸和月純的起潛濃度 我們要先寫出月酸和氫氧化鈉反應的平衡方程式 氫氧化鈉使用的體積V1 是15.1cm³ 所以氫氧化鈉使用的摩爾數 就是等於MV 也就是7.55x10-3cm³ 因為氫氧化鈉和月酸的摩爾比例是1比1 所以月酸使用的摩爾數 都是7.55x10-3cm³ 而因為我們是將其中1cm³的運行物抽取 所以月酸的起潛濃度 就是將摩爾數除以提積 答案就是7.55m³m³ 至於月純 因為使用的摩爾數是跟月酸相等 所以月純的起潛濃度 都是7.55m³m³m³ 第二部分 要計算出月酸的平衡濃度 因為在進行第三次滴定的時候 龍流酸都有參與與氫氧化鈉的反應 所以就要用第二次的滴定結果 去找出龍流酸的影響 將V2-V1 就可以知道與龍流酸反應的氫氧化鈉的提積是多少 就是0.7cm³ 所以在第三次的滴定 與月酸反應的氫氧化鈉的真正提積 就是7.15cm³-0.7cm³ 等於6.45cm³ 再寫出月酸和氫氧化鈉反應的平衡方程式 氫氧化鈉所使用的摩爾數 就是3.225x10-3cm³ 而月酸所使用的摩爾數 也是3.225x10-3cm³ 因為是將其中一個cm³的混合物抽取 所以月酸的平衡濃度 就是將摩爾數除以提積 答案就是3.225m³-0.7cm³ 第三部分 要計算出實現條件之中 支化作用的平衡常數 我們現在有齊月酸和月純的起纖濃度 也有月酸的平衡濃度 於是就可以畫出ICE table 填好表裡面的空格 再將各種物質的平衡濃度 代入KC的表達式 答案就是1.8了 這部分 在第五個步驟之後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去確保裝置已經達至平衡呢? 只要再重複第三次濃度 直到氫氧化鈉使用的量 在連續兩次的濃度結果都相同 那我們就能夠知道裝置已經達至平衡了 第十個例子 都是關於支化作用的 月酸和月純反應 就會生成月酸月支和水 這次KC的值就是4.0 A部分 寫出逆向反應的平衡常數KC' 即是月酸月支的水解反應 由此去運出月酸月支水解的平衡常數 只要將方程式調轉來寫 就會發現KC'其實是KC的倒數 所以KC'的值就是0.25了 B部分 在一個實驗之中 一摩二的月酸月支和一摩二的水混合並反應 那就要計算出各種物質的摩爾數 這種的問法其實是有點陰濕的 因為Ice table裡面要寫的是濃度 但題目沒有給物質的提積 就只有摩爾數 我們就不可以直接計算起此濃度 所以我們就要將計就計 假設混合物的提積是V的dm cube 那麼月酸月支和水的濃度 就會是1 over V 那麼多個mode per dm cube 又假設物質摩爾數的改變是X的mode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X和V 去表現每一個項 之後再將平衡濃度代入KC'放膽一點去做 我們就會發現原來所有的V都會弱走了 所以我們就能夠計算X的值 最後根據表裡面的項 就能夠求得各種物質的摩爾數 最後在今天的總結 第一是平衡定律和平衡常數 平衡定律指出各種物質在平衡狀態的時候的比例關係 也就是平衡常數KC KC是一個受溫度影響的參數 我們探討了寫出KC表達式的方法 它是必須要根據每一條的方程式去寫 只要方程式的寫法改變了 KC的表達式都會改變 我們也有了解當中的數學關係 而如果一個平衡反應 還可以被拆分成幾個機緣反應 那麼總反應的平衡常數 就會等於機緣反應的平衡常數的成績 也就是KC等於KC1乘以KC2 第二是均相和多相平衡 均相平衡裡面 所有的反應物和生成物都同相 而在多相平衡裡面 就至少會有兩個相的出現 寫出KC表達式的時候 就要注意 第一對於多相平衡 純固體和純液體是不寫的 那是因為純液體和純固體的濃度不變 可以視為一個常數 第二對於均相平衡來說 如果液體是作為溶劑的話 我們也不會寫 那是因為溶劑的量龐大 濃度就算改變了 它也只是微乎其微 我們就會假設溶劑的濃度不變了 第三是平衡常數的意義 平衡常數可以顯示出兩樣東西 一反應混合物的成份 二反應程度 但是它則不能顯示有關反應速力的資訊 第四是涉及平衡常數的計算 有幾種常見的計算題型是要認識的 包括一是由反應物和生成物的平衡濃度去計算KC 二是由濃度的改變去計算KC 三是由起始的濃度和KC去計算平衡濃度 大家必須要好熟悉題目 要了解清楚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第五是由實驗之中求得平衡常數 我們探討了知化作用 當中實驗的原理 每個步驟的目的還有計算的步驟 我們都有一一討論 要特別注意的是龍流酸都會影響敵定結果 總括而言 計算的步驟主要都是經過ICETABLE 將題目給的資料轉化成我們想要找的資料 好多謝大家給耐性看到這裏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